世大運棒球中華隊在預賽旗開得勝 被隊友戲稱是小鮮肉 正中最年輕的19歲左頭呂彥青 讓墨西哥前十上十下 最後先發六局只被敲出一支安打 零十分展現大將之風 沒說你不相信 正是他從小到大第一次 批上中華隊戰袍的第一場正式比賽 比我想像好太多 原本你自己的設定是什麼 盡量不要十分 但是沒想到就是 就是可以壓制得這麼好 就讓他才打出一支安打這樣 呂彥青坦言 六局一安打 林詩芬比自己預期的好太多 那其實這樣的表現背後 還有一個影子工程 捕手林志賢主導配球成功 讓小鮮肉先發登板更沒有後骨之憂 今天的直球尾進還不錯 那林志賢剛好他的手已經恢復了 所以現在就是捕手讓他來主導的話 他投得更安心這樣子 就感覺不錯 就是直球跟變化球都能丟到自己想要位置 然後就是 就是球都壓得滿低浪打者 就是打不好這樣 事實上 呂彥青在高中曾經入選十八U世青國手 不過後來因為首相退出培訓隊 地補的林紫薇因此投出身價 成為中華隊強客 一度與國手資格擦身而過 呂彥青多等了兩年 終於一吐怨氣 總教練郭里劍夫表示 接下來不排除再讓呂彥青登板 至於是以先發或後援身分 則要看對手和戰況而定 無論如何 小鮮肉國際賽出體驗 已經讓人留下深刻印象 瓦里遜郭電量蔡前進 韓國光州採訪報導